心甘情愿的回忆 你干什么 走 你在我这儿蹲礼仪 你早说你这么晚出来 我就不这么早来了 病 你去哪儿啊 你还没说呢 你去哪儿啊 不用你管 你得告诉我你去哪儿才行 你能不能别跟着我 你到底要去哪儿呢 不是 老公 走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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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师傅 想要我一点半一点半 天哪 真的假的 这是 太好看了 您 你好 你好 你是中博区的助理吗 是 您是张主任吧 经纪人孙雨琪让我跟您对接的 对 那个 这边啊 至今美术 灯光 服装 化妆啊 人员已经到位了 导演马上就到 郑伯旭什么时候到 一点半 那上午的走位呢 我替他您看行吗 那这样吧 各部门准备工作做完之后啊 你再跟他们确认一下 确保郑伯旭到了 咱们立马就拍 要不然咱们今天的计划完成不了 这可不比在国内啊 租用的场地 说几点到就几点到 到点就得收 你加钱都不行 放心 我一定好好准备 辛苦您了 好 那走 咱们熟悉一下工作环境 好 走走走走 好 点好吃 睡觉 咱们熟悉一下 咱们吃了 fle尝 不太好吃 咱们吃了 咱们吃了 好 看 erst了 太好了 每一盒 吃了 趋得 只吃了 如果走 你这么强 我依然 你看看这都几点了 我饭都放完了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那个他们应该马上就到了 再不到导演就要走了啊 我告诉你 你赶紧的给我 赶紧给我联系打电话 快点 你终于接电话了李琪姐 什么事啊 今天的计划拍完了吗 郑陀序不见了 人找到了吗 你怎么搞的 不是让你跟着他吗 一个大婚人 怎么可能不见了 这 我 你 你 你什么你 这都是你的责任 大老耳到墨西哥来 是让你来玩的吗 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 郑伯旭万一出什么事 我看你怎么交代 他要是真的 开玩笑恶作剧就好了 我现在是在心他的安全 什么恶作剧 郑伯旭出通告 可从来不会迟到的 别的事情他不当回事 出通告他比谁都认真 怎么可能是个作剧 那要不然我们报警吧 报警有什么用 这才失踪几个小时 赶紧去找啊 我也想找库去哪儿找啊 我不管 你去找 分头去找 这是要命的 把你 这么大的城市 我人生地不熟的 我上哪儿去找啊 唉 这个郑伯旭 是不是跟我犯下 我为什么只要跟她 整天每件事情都不是 简直是倒霉透了 每件事情都会有那么多种 可录在我头上的 偏偏是最坏的那一个 唉 在我身上算是完美验证了 莫非定律的这种缺心 董伯旭到底在哪里啊 董伯旭到底在哪里啊 他不会发生最坏的情况吧 他不会发生最坏的情况吧 我说我多恨 他怎么变想些坏的事 别别别别 想过来都不会发生的 他不会有事的 他不会有事的 我说我多恨 他怎么变想些坏事 别别别 想过来都不会发生的 我失敗了 你很可憐 你找到更好的人 不是 不是 是的 你很漂亮 所有事情都可以 我就是 我就是 你说 多好 你也有点 我 你 100 然后 这个 我找到一位中国女士 你知道哪里吗 是 谢谢 谢谢 你好 请问你是杨真真 杨小姐吗 是 请问你是 请问你是 你好 你好 我来找到一位女士 我呢是你们公司陈总的好朋友 她的女儿陈肖肖呢 在美国也是记住在我的家里 你好 你好 请问您怎么窗户啊 你叫我一把就好了 郑伯旭的事情你知道了吧 我的先生呢是一名律师 他经常会帮陈总呢 处理一些海外的事物 所以他已经委托了 墨西哥的一位律师 去保释郑伯旭 不会有问题的 保释 他在哪儿啊 大师 管俩 管俩 阿森 阿森 那 那 不认识 我不是忍了 我不是忍了 Pedro,Marco 住手 我把你撤去 我把你撤去 你把你撤去 你自己出去把我放下了 还把你撤去 先生 是人呢 这位赛商公司的服务 是在我們的看法上的列車 這裏保護安全保障 我們會罵罵他 會否則是需要? 速速是一個嚴重的控制 這可能是個性的危險 這裏層次復駕駛和其他罪 在嚴重的情況下, 被判斷的犯罪可能被判斷了 是他要去室室吗 对不起 长官 那是室室的决定 我没有拯救您的问题 你是Eva 是 你好 我是Jonathan 我是一位夫妻的朋友 幸好认识你 幸好认识你 我来帮助杰杰 那情况是什么 你怎么才来 这位是 你好 我是陈天昊的朋友 叫Eva 也是陈萧萧在美国的监护人 律师呢 已经帮你办好了保释手续 你现在可以走了 多谢 不客气 喝了什么 你是可以吃快餐的呀 我都饿什么这样 我还敲 那以后回到国内 如果有突发紧急事件的话 我也可以跟你吃快餐 不行 今天是特殊情报 以后你不能再让这种事情 发生了明白吗 你这不是吃得挺好的吗 再说了 今天就是怪谁啊 怪我吗 不知道是谁自己超速 你再说一遍你说什么 Eva 今天谢谢你啊 不会 应该的呀 接到我先生的电话 说他要赶不过来 就交代我 一定要处理好这件事情哦 郑博旭呢 是星空娱乐最重要的艺人 也是陈潇潇心中啊 排名第一的偶像 潇潇来了 是啊 她知道你要来大峡谷拍MV啊 就吵着要来见你呢 反正洛杉矶开设过来也不远 我就带孩子们过来度假了 没想到潇潇也是你粉丝啊 人家潇潇在八岁的时候 就已经具备了卓越的眼光 她是第一个成为我正式粉丝的女孩 我还给她亲自手绘了一张 第一名的证书 是的 是的 你笑 我听陈总说 你们拍摄MV的场地 需要重新协调耶 有两天的空闲时间 不如你们过来看看潇潇吧 好啊 我没问题